知名导演李嘉怀已在网路上流传了一段都市传说影片为例 教导学员如何查证事实辨别讯息真假 更不要成为散播假新闻的帮凶 其实这是分成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相信这件事情它是需要求证的 所以事实上我们不管是公部门还是私人的基金会 都有成立一个所谓的信息事实的查证的中心 那只是说我们一般大家很容易就会去忽略掉查证这件事情 那接下来第二个层次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转传 事实上它更是一个比较可怕的后果 就是说我们讲不实的讯息的传递比不去揭露还要更可怕 那久了久了大家都信以为真 它变成一个大众的一个风向带出来之后 事后的弥补可能要付出的代价更多 所以在转传之前我们先查证 中家宽平吉隆长期与基隆市政府合作 在基隆市共用频道推广媒体禁用 今年媒体试读课程从基隆商工出发 希望让同学有判断假讯息 建立使用媒体的能力 这样的课程也获得校方肯定及支持 我想以现在一个资讯爆炸的一个时代来讲 孩子对资讯的判读是相当重要的 他不再是学习去探索资讯 而是我们要去辨别资讯的真假跟好坏 那我想这个对我们现在的教育里面是非常重要 尤其我们现在我们的航空电子科 我们空拍最后把它制作成新闻 我们如何运用自媒体的部分来制作这个新闻 来呈现最真实的一个新闻的一个报道 我想这是对于我们教育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我们一直在往这个方向再努力 中家欢民吉隆也与基商合作推出 公民记者培训活动 获得许多基商学生热烈回响 作品更让人惊艳 现在社会是以无人机的一个先驱 我想利用无人机这点来扩展一下 拍摄新闻的一些角度 中家欢民吉隆感谢吉隆商工 这一次跟我们做充分的产学合作 让我们能够不只把媒体试读 带给我们的同学有更重要的 面对假议题的判断能力 然后更重要的是这一次我们也推出了 公民记者的培训 然后也很多金融商工的同学 也把他的作品 然后来提供给中家欢平吉隆 新闻来做播出 那这个经过审核通过的学生作品 都是很具在地性 也很多元的议题 让我们觉得非常惊艳 这下媒体试读课程 预计举办10场 到10月为止 将分实体与线上课程 目前学校实体上课场次的部分几乎额满 想要参加的民众 请把握机会上官网查询报名 不只当一个聪明的乐听人 还能化被动为主动 成为关怀社会 聚焦地方的内容产制者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